武神主宰 第5799章 一龙大圣 作者 暗魔师 无数地精粉碎 秦晨身上的气息 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缓提升着 此刻 距离南原城极其遥远的一片黑暗疆域 这是一片极其荒芜的星域 一双冰冷幽暗的双眸 突然间睁开了 嗯 左窟 这南原城小小黑暗势力之人 给本座传训作甚 哄 当这一双眼睛睁开瞬间 无尽的星海沸腾 一颗颗的荒芜星球当场炸开 席卷向四面八方 宛若世界末日一般 是一龙大圣苏醒了 闭关了三千万年 居然这一记苏醒了 麻烦了 该奉上血食了 远处星域之中 有强者感知到这股气息 一个个面色大变 紧接着纷纷冲天而起 或是拔起麾下 一座巨城 或是携带一颗生命星球 掠向前方 片刻之后 这些强者疏地降临这一方星域 拜见一龙大圣 见过一龙大人 此乃我等为大人奉上的血食 还请大人享用 众人神色恭敬 纷纷单膝跪下 急忙将身上携带的巨城 生命星球献上 嗯 耳等都不错 正好本作也饿了 一龙大圣张开嘴巴 哗 这些巨城 生命星球中的无数生灵 惊恐抬头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头颅 浮现无尽星空 那巨大的血盆大口 已然彻底笼罩他们上空 不 这是什么 无主 无主放弃我们了 不 不要 无数生灵们一片恐慌 其中有一些强者 更是冲天而起 化作流光 朝着四面八方暴掠 试图逃出这片天地 但无用 一龙大圣的血盆大口 彻底笼罩这方天地 禁锢所有的虚空 根本不是这些修行者们能逃脱的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大口 将整座城池或者星球 直接吞下 父亲母亲 孩子 所有的生灵心中绝望 在临死之前 和至亲紧紧拥抱在一起 只能绝望地看着彼此 在惊恐中 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彻底没有了生命 哈哈 一龙大圣头如上 满是满足之意 特别是看到 下方那些宛若蝼蚁的生灵们 在临死前的绝望眼神 更是感受到了无尽的兴奋 嘎嘣嘎嘣 几口之下 这些生灵便已然彻底被他吞入腹中 嗯 还是有点 怎么办呢 这一巨大身影 抬头看向前方的诸多强者跪伏着的身影 刹那间 这诸多强者们浑身瑟瑟发抖 脊背之上感觉到了无尽的寒意 只见这一双冰冷的眸光 直接锁定了其中一尊强者 大手猛地探出 嗯 救你了 不 一龙大圣饶命 我乃剧毒体质 不好吃啊 这一尊强者惊恐抬头 身形不断腾挪 却根本无法躲开这一龙大圣的大手封锁的空间 被一龙大圣探出的毛茸茸手掌直接抓住 轰的一声 这一尊大地体型膨胀 瞬间露出了本体 是一条蜿蜒百万里的巨大蟒蛇 此刻却被这一龙大圣毛茸茸的手掌直接抓在手中 就这么轻轻一扯 破 庞大的蟒身从中间断裂 鲜血飞溅 漆黑的血液在这宇宙海 星空中洒落 每一滴鲜血都散发出阴冷的腐臭气息 内脏和鲜血四处滴落 这一龙大圣 却是毫不在意 张开血盆大口 嘎嘣一声咬了下去 啊 大地生命力何等顽强 哪怕是身体断裂 灵魂依旧清醒无比 这巨蟒大地活生生地看着一龙大圣不断地撕咬着自己的身体 一口口吞下去 在所有人经济的目光中 一龙大圣慢条丝里 就好像吃下午茶的点心一般 将这巨蟒大地一段段地吃了下去 直到这巨蟒大地 魂飞魄散 嗯 现在饱了 二等走吧 好好经营麾下领地 好让本座宠幸 一龙大圣抹了抹嘴 淡淡说道 是 众多强者不敢停留 转身急忙离开了此地 总算离开了 唉 我等何时才能再见天日啊 在这一龙大圣麾下 这辈子怕都是没希望了 嘘 找死不成 一龙大圣身份不凡 万一被人听到 我等都得死 诸多强者胆战心惊 不敢多言 纷纷消散虚空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一龙大圣 乃是南宇宙海最顶级势力黑龙会的副会长 是黑龙会中的三号人物 手段很辣 在这南宇宙海族可横行 在他的领地中生存 时刻都要胆战心惊 一旦这个一龙大圣心情不好 就要吃人 但是在这里生存的强者根本不敢逃 对方权势之大 可调动黑龙会诸多资源 任何人一旦惹上他 根本逃不出这南宇宙海 曾有人试图摆脱他的控制 转投其他顶级势力 结果下场极其凄惨 即便是南宇宙海的其他顶级势力 轻易也不敢搏了他的面子 在这些强者离开之后 一龙大圣这才拿出了身上的传讯预见 沉睡三千万年 也该 找点事做作了 不过左窟这小骷髅 传讯给我做什么 难道是想将自己献给本座 当本座的血实 嗯 这骷髅本座倒还是没吃过 不知道味道如何 一龙大圣一边冷笑 一边神识渗入传讯预见 哄 这一扫 他瞳孔骤然一缩 一股恐怖的气息 如同山崩一般 从他身体中陡然爆发开来 席卷向四面八方 哄隆隆 那恐怖的冲击 将方圆亿万里内的无尽星辰 进阶轰爆成了积粉 一龙大圣发什么疯 怎么了 远处离开的诸多强者们 神色愈发惊恐 纷纷消散虚空 此时 这一龙大圣 观看着自己手中的传讯令 面色阴晴不定 那左窟会长 死了 还有 灭空大地的传承 现世了 传讯令中 是左窟会长临死前 专门发生的一段信息 其中交代的东西不多 但却交代了一件事 那就是 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并且 他的死 是因为 发现了灭空大地的传承宝物 而被灭口 一龙大圣 瞇着眼睛 这左窟 仅仅是南原城中 一个小黑暗势力的首领 是我黑龙会在南原城 随手下的一枚棋子 而他本身 其实也在多面下主 应该也投靠了南原城的城主府 这很正常 一个小势力 想要在这宇宙海崛起 有时候需要投靠的 不仅仅只是一个势力 很多组织 甚至和诸多顶级势力 有联系 左窟会长 一面投靠南原城城主府 立根的同时 其实也和南宇宙海 最顶级的黑暗势力 黑龙会 暗中有联系 是他们外围的一枚棋子 一旦左窟会长 遇到生死危机 在南原城混不下去 便可脱离城主府 直接投靠黑龙会 这是黑龙会 给予他的承诺 可没想到 这左窟居然死了 此人死了 不算什么 可那灭空大帝的传承 一龙大圣目光阴沉 流露出来浓浓的寂觅之色 灭空大帝 是曾经南宇宙海的传奇人物 后来陨落在了 上古和冥界的战争之中 传闻那灭空大帝身上 有上古某位神帝 传下来的至宝 而且以那灭空大帝的实力 他若陨落 那冥界强者也绝不好过 极有可能是 和他同归于尽 若能得到他的传承 找到他的陨落之地 那 一个传承自远古神帝的传承 在家极有可能 有冥界大人物尸体的所在 对一龙大圣的吸引力 那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以我的天资和实力 跨入如今修为 已是极限 可若是能得到 灭空大帝的一切 或许未来 还真有可能 跨入神帝境界 成为这南宇宙海 真正一手遮天的存在 一龙大圣的呼吸急促了 秦晨吗? 一龙大圣仔细查看传讯令中的 的诸多消息 语气难难 根据左窟会长的传讯 杀死他的人 名叫秦晨 而那灭空大帝的传承和宝物 就在此人身上 从而导致此人在空间之道上 有极其惊人的造诣 南原城有那位坐镇 且根据协议 我黑龙会不可贸然插手南原城事物 可现在 一龙大圣豁然站起 谋入寒光 此事 不能让其他人得知 须尽快解决 呼 花音落下 一龙大圣身形骤然消失 不见踪影 此时 在距离此地遥远的一处疆域之中 有着一片浩瀚的宫殿 一尊通体铠甲的强者盘坐此处 他的身上 萦绕丝与与的恐怖气息 吞吸着宇宙间的无尽大道规则 突然 一道黑影 骤然进入大殿 在此人面前 恭敬丹西跪下 天北王大人 黑龙会的一龙大圣 在自己的领地突然苏醒 随后不见了踪迹 哦 通体铠甲的魁梧 强者睁开眼睛 眸中宛若有黑暗雷霆涌动 此人正是雍国大将天北王 是雍国异性王 一身修为早已登峰造极 跨入巅峰大地多年 是雍国名副其实的战神 亦是整个雍国最首屈一指的强者之一 天北王坐镇雍国边境 自然需要关注无数强者的踪迹 一龙大圣亦是在其中 这一龙大圣乃是黑龙会三号人物 他又会去哪里 天北王楠楠目入冷光 给本王继续调查 务必找出他的踪迹 是 黑影恭敬行礼 下一刻身形窥然消散 时间流逝 日夜轮转 这一日外 南原城外 一道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身影 悄然降临了此地 此地就是南原城了 一龙大圣楠楠说道 本章完 暗门 到处里面 这一刻 我们下来 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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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